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0周年活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号下午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他强调 要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全面提高旅行任务能力 为推进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护制赫典 庆祝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A星发射成功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特别报道 忠诚使命依法履行防务的莲花卫视 聚焦实战化演兵场 武警部队历舰2019冬季大联兵全面展开 空中对抗海军航空兵演练导弹尸射 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年度记者会 俄与西方博弈成为关注焦点 接下来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正在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活动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今天下午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驻澳门部队全体官兵 致以诚挚的问候 他强调要在新的起点上 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全面提高旅行任务能力 会推进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下午三时十分许 习近平来到驻澳门部队新口岸营区 习近平首先检阅了部队 秀阅官兵整齐列阵 士气高昂 秀阅官兵整齐列阵 主席同志 授阅部队列队完毕 请您检阅 中央美部队实力员徐良辰 开始 是 主席同志们好 中华晓鸥 中华晓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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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A型 是中国和巴西两国合作研制的第六颗卫星 满足了两国在国土资源调查评价 以及应激管理 农作物孤产 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需求 这次任势者 这次任势者 还搭载发射了埃塞俄比亚微小卫星 天晴一号技术实验卫星 玉恒号卫星 顺天号卫星 天眼01卫星 天眼02卫星 蔚来号12卫星 巴西1U小卫星等8颗卫星 同时这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22次航天飞行 二十年军旗应豪江 二十载风雨驻中城 二十年前的今天 饱经沧桑的澳门回到祖国怀抱 那一天 作为国家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 担负其履行澳门特别行政区防务的神圣之责 驻军澳门二十年 一代代官兵模范践行一国两制伟大方针 不忘初心 忠诚使命 用严守法计的点滴行动 换来在澳门各界心目中威武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被澳门市民誉为莲花卫视 战事罗庆坤是随着驻澳门部队第二十批轮换进驻的 刚到驻澳门部队时 徒手格斗是每天必训的内容 尤其是一招制敌训练成为罗庆坤要过的第一关 动作不够猛 不够实 因为一招制敌的训练没有过关 本来各项军事技能都排在前列的罗庆坤 却成为这批新轮换士兵中 唯一没能走上执勤少尉的人 为什么一招制敌训练是每名驻澳门部队官兵走上执勤少尉的必备技能呢 步兵营长王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2018年8月27号 一名男子从澳门银河酒店向荡载营区方向靠近 在距离警戒线约2米处 加速向营区小跑 面对哨兵警告 男子仍加速冲闯营区 直信哨兵迅速反应 一把将冲闯营区的男子扑倒在地 整个过程仅仅两秒 法律明确要求 除非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 才可以开枪射击 我们哨兵他必须要具有这种能够快速处置的能力 他必须要把自己的这种 讲一刀自己吧 这种一刀自己的能力他要具备 他才能够处置 随后官兵将该男子移交澳门警方 并提醒追究其违法行为 澳门警方以违反侵入公众受限进入的地方罪名 对涉案人员提起法律诉讼 罗庆坤不错 有进步 经过不懈努力 罗庆坤一招置敌的动作终于达标 走上港庭的那一刻 对少尉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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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员游战进一间未发现任何强情况 武器的装备现身来好 4 6 7 8 9 1 团队确从飞映的警官 守谓的 这 Oldingalı 迪红灯闪耀的一个大都市 fullness of詞 与使命 那种感觉非常的强烈 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我和身边的每一位战友一样 我就要站好这个港 面对繁华 坚守少尉 对驻澳门部队官兵而言 少尉的内核早已不仅仅是守卫安全 他们守护的是 深深植根于内心的 依法旅行防务的法际观念 这是1999年驻澳门部队 租住在龙城大厦时留下的资料画面 由于进驻之初没有营房 只能租借这座商用楼暂时作为军营 官兵每天的训练 只能依托大厦的240级台阶和楼道 车库进行 为了不扰民 部队每天晨练都要拉到远离营区的海边 不叫口令 不喊番号 20年过去了 初操不喊口令 跑步不出声音的传统 也一直延续至今 虽然说澳门是一个不业城 但是澳门的居民 也有着规律地做些时间 根据住军法规定 尊重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所以这个优良传统 我们连队一直保持了20年 在驻澳门部队 像这样细致入微的传统还有很多 每年的部队轮换和野营拉链 都选择在深夜进行 尽量避免对社会公众生活的影响 这早已成为澳门众人皆知的美滩 我叫罗子豪 驻守澳门已经两年了 我叫杨雨昕 我在澳门驻守三年了 我叫李翔 这是我在驻澳门部队工作的第20年 我叫马玉涛 明年我将轮换进驻澳门旅行防务 我要学好法技 精武强能 尽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莲花卫士 敬礼 从平原腹地到雪域高原 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关 军营内外热潮涌动 武警部队历届2019冬季大脸兵活动 日前全面展开 部队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 锤炼战斗意志 短早过夜作风 12月的川西高原 天寒地洞滴水成兵 武警四川总队特战分队 挺进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无人区 展开了一场抗炎寒高负荷 跨周夜野外极限训练 通过紧贴实战的训练科目 锤炼部队在极寒缺氧的陌生野外环境中的综合作战能力 一帮山区一场山林地补坚战斗演练 悄然打响 武警山东总队特战队员在追击爆恐分子过程中 不慎触碰到蓝军设置的鬼雷 攻击行动失败 复盘检讨后 特战队员重新制定作战方案 两个特战小组协同配合交替掩护 隐蔽接近蓝军据点 突击分队在烟雾弹的掩护下 从两侧冲向目标 爆恐分子被全部抓获 我们通过采用模拟对抗 复盘检讨 实战检验三段式的组训模式 这样能让队员准确地了解掌握 战术训练的特点和要求 从繁华都市到山林浅滩 从南国海岛到北江大漠 各部队紧盯短板弱项 最大限度地将客户设置 与时战队接 赶东山区山高林密 武警江西总队结合地貌气候特点 在夜间设置对抗科目 接到补监命令的特战队员 利用夜视仪对隐藏在山林地中的爆恐分子 进行搜捕 我们设置夜间独立防普签 这个对抗内容 就是要将演训场对接战场 充分思考 反复演练 战斗中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 以此来检验和锤炼 特战队员夜间反恐处突能力 此次冬季大连兵活动 包括野营拉链 魔鬼洲际线训练 反恐演练等多项内容 考验着官兵的综合作战能力 培养我们特战队员 虎气 血性和被战斗的能力 能够克服严寒冬季大连的不良影响 为下一步遂行作战化任务 打下坚实基础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猛旅 近日组织昼夜间导弹实射训练 在实战环境下检验飞行员空中对抗能力 随着指控员一声令下 数家战机依次起飞 抵达任务空域后 飞行员利用基载雷达迅速锁定目标 发射空空导弹进行攻击 针对导弹实射训练难度大 安全风险高 参训兵力多等特点 我们前期组织飞行员 从地面地图作业 空中电子环境 实施空域的环境设置 对抗双方的兵力组成 都进行了一系列推演 在实战环境中 进一步提高空中对抗能力 夜间导弹实射训练 是对飞行员技术和身体的综合考验 夜间飞行事先差 难度和系数增加 飞行员只能通过各种仪表数据指示 精准判读 及时修正飞行状态 并在短时间内建立最佳攻击航线 完成导弹发射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实战射击训练的话 可能一个新的飞行员 到了战场上打出导弹以后 飞机是什么状态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他可能自己都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通过这种训练的话 在实际战场上 能够发挥出更好的作用和效果 此次训练检验了两星期空空导弹 对空中目标大高度差下的攻击效果 进一步提升了空中对抗能力 这两天 海军航空兵某团的官兵们 迎来了军委训练管理部 军事体育训练中心的联合专家组 军运会金牌教练和医疗专家 立足部队训练需求 为官兵量身定制科学的体能训练 连方案 这里是海军航空命某机场 这两天 军事体育训练中心的教练运动员 和专家们来到这里 为官兵们科学指导 军事体育训练和伤病的防治 在我身后呢 他们正在为战士们讲解和示范 水上救生的专业知识 正在为官兵讲解游泳技巧的是 八一水上救生队的教练杨景飞 在第七届军运会上 他带领队员在海上救生项目中 取得了11枚金牌 打破11项赛会和世界纪录 杨景飞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 对飞行员海上救生训练 提出意见和建议 我的建议是制定一些科学的训练计划 比如说我一周啊 我保持游泳课两到三次 我这样长期的进行 在这些专项技能不断的提高的前提下 自身的游泳能力也就逐渐提升了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救生那个绳 绳索那个使用 以前我们是在这方面是没有进行训练的 昨天给我们讲解了一下 大家也都很认真地听了 这个我觉得在以后 对于特性出制和海上救生这方面 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作为轰炸机飞行员 每次执行任务都要穿戴厚重的飞行服 在驾驶舱一待就是六七个小时 这让许多飞行员的颈椎和腰椎 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 平时训练任务比较大 有时候肌肉力量也比较薄弱 所以强度又很大 没有很好的恢复手段 所以说长期积累造成了一些慢性劳损症 在对官兵伤病进行诊断后 军运会医疗保障专家沈涛 将这些情况反馈给同行的教练和运动员 大家专门为官兵设计了一套 全新的体能训练方案 这个训练练心肺 练肌肉练关节 也练快速力量 因为作为我们军人 首先反应能力要强 作为海军的这种飞行员 反应更加更快 参加他们准备活动这一块 确实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能调整到一个兴奋的状态 我做好准备了 我可以上飞机去执行任务了 像大佬皮城也把他兴奋起来 精力上面体力上面 能有一个充分的调动 近日广东省和园军分区 向现役官兵发放 地方医疗保障卡 官兵可直接持卡 在当地医院就诊 不用再前往百公里外的 军队体系医院 此外 在当地医院住院 最多可报销92%的费用 并且每年免费进行一次体检 这一举措 为部队官兵医疗社会化保障 探索了一条新路 近日 钢果金东部冲突 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卡乌姆地区 连钢稳定团要求我 维和公民分队 对卡乌姆地区受损的 四公里道路进行紧急抢通 以便救援物资顺利送达避难营 接到任务后 我维和公民分队 紧急展开作业 经过四天的连续奋战 将受损道路成功修复 国际方面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普京 2019年年度记者会 于当地时间19号举行 今年以来 俄罗斯在内政外交上的表现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本次记者会上得到全面体现 其中 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 是本次记者会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在今年的记者会上 俄美博弈 乌克兰问题等 依旧是关注焦点 首先来看俄罗斯与美国 在中导条约上的你来我往 美俄相互指责对方 违反中导条约 近几个月 美国接连试射 受条约限制的导弹 对此俄罗斯方面指出 美方举动证明 其破坏条约早有预谋 美方才是主动破坏条约的一方 而俄罗斯则表示 无意展开军备竞赛 同时 俄方还多次表示 希望在年底前 延长当前两国间 唯一的军控条约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有效期 而美国并没有积极回应 普京在记者会上指出 如果条约不能按时延期 那么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一个 能够阻止军备竞赛的国际条约了 普京在记者会上还表示 建议乌克兰政府和东部民间武装进行直接对话 他说如果乌东局势能够向好的方面发展 下一次诺曼底摩士会谈就有意义 乌克兰新总统泽连斯基上台以来 俄乌关系不断出现趋缓迹象 本月9号 诺曼底摩士四国峰会中断三年后重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借此次机会 实现了上任后与普京的首次双边会谈 据俄罗斯媒体18号报道 当天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宣布 俄国防部在叙利亚完成了第五代 多用途战斗机苏武器的第二阶段测试 这是俄国防部公开的苏武器战机 在叙利亚上空进行飞行测试的画面 从现场视频来看 共有两架苏武器战机被派遣到叙利亚 而且这两架苏武器战机还采用了不同的涂装 18号 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 宣布 俄制苏武器型第五代战机 在叙利亚开展第二阶段测试 所有实战测试任务均已顺利完成 去年11月 俄国防部首次公布了苏武器 在叙利亚接受作战能力测试的画面 格拉西莫夫表示 过去一年 俄航空部队共接收了139架战机 目前苏武器型战机已经进行量产 俄国防部已经订购了76架苏武器 首架量产战机将在今年年底前列装俄军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